是不是猜不到這件事 竟然是一分鐘之內就完成到 Oh my god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摩尼 今天要跟大家看看Photoshop的AI新功能 好像片頭那幾幅圖 其實都是我用它這個新功能 這麼幾下就弄了出來 所以我覺得都挺神奇 因為Photoshop終於加入了大量的AI元素 在它即將推出的新版本裡面 我今日試並不是正式版 而是Beta版 不過Beta版其實都很容易下載 一會兒在影片中也會有教學 教大家如何下載試玩 今天就會用它這些新功能 去試一試以下這四大範疇 第一 放充背景 第二 就是披走不要的東西 第三 就是退地 而第四 就看看可不可以改圖裡面 某些元素 甚至是加一些新東西 就看看用上去是否真的這麼神奇 有沒有什麼使用方法 或者有沒有什麼部分 其實用上去都還沒那麼完善 跟我一起去試吧 Go 首先就分享怎樣下載Photoshop的Beta版 只要你有付錢訂閱Photoshop 基本上都很容易下載到的了 你只要開Adobe的Creative Card 好 之後就按Apps 下面就會有一欄就是寫Beta的Apps 在裡面下載Photoshop就可以了 打開Beta版本的Photoshop之後 基本上它的介面都跟之前差不多 最明顯的分別就是會有多了一條Bar 這條Bar就是我們今天要試AI新功能的工具列 所以很重要 而且經常都會用到它 而第二個我看到比較明顯的分別就是 簡選工具 因為之前的簡選工具 要手動去選擇你想要的東西 現在就很方便把它拉下 好像一塊主體的地方 例如人 它就已經會自動地圈住了 一按它就已經幫你圈好了 雖然打開來看 我覺得它的邊緣差一點點 但是只是做一個非常快速的簡選動作 其實已經是很方便 而且很賤 好 我們現在就快點試試它各種功能 第一個要試的東西就是擴充背景 即是我覺得這張照片不夠歪 我想把它拉大 創造更多背景給它 看看成不成功 因為之前如果要做其實也是挺麻煩和不複雜的 首先選擇想加大背景的範圍 好像我就想加大這張圖的兩邊 變成一張打橫的照片 之後在AI功能列按Generate 如果有特別要求都可以打 不過我就這樣試一下 過程大概等十幾二十秒 其實都要少少時間 就會Generate 新的圖出來 OH MY GOD 等我好快地弄上另一邊 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覺得就這樣看已經很漂亮 但如果還是不滿意 旁邊也有兩個版本可以選擇 最後我就選擇了這個比較乾淨的街道 這個就是我最後的成品 是不是想不到這件事 竟然在一分鐘內就完成了 不過未必每一次都那麼成功 好像這張照片一開始Generate 很怪 三張都可以說是用不到的狀態 之後就試一試看可不可以重新再Generate 在右手邊選圖 可以再重新Generate 一些新的圖出來 同樣也是等十幾秒 就會有多三張新的圖 好幸好它新的圖好很多 我就選擇這三張其中一張 選完之後 還是覺得它的邊緣位可以再自然一點 我只是困住那一部分 看看可不可以再Generate 弄完之後 的確它的邊緣位會再自然一點 再多些花 我覺得整個畫面看上去也是漂亮 好,整好兩邊之後 我就想前面也有多些花 我就同樣掛著前面的位置 再多一張圖 就馬上變得有很多花 不過我發現AI圖對於一些人的手收腳腳 都還差一點 好像這張圖裡面的手其實是變成型的 所以我就用面膜抹起本身的手 這個就是最終的成品 之後我們再試一試P圖 我現在開了把我想P走雜物的圖出來 我覺得這個功能應該是大家最常會用的功能 我就想撿走相片裏 後面多餘的人和雜物 P圖的部分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用繩索工具圈起不要的東西 之後直接張新圖 就會出現新的背景 因為它有機會會把你不想要的東西給你 所以這裡就有機會再試幾次 我的經驗通常去到第二次 就已經會有不錯的效果 也可以一次過圈起不要的東西 之後一次過弄走它 弄走基本雜物之後 我就想弄走我後面這個人 因為是黏著相片的重點 所以這部分可能會麻煩一點 同樣也是圈起不要的東西 之後再張一張新的圖 會發現其實它張出來已經不差 我還有一些新的頭髮 頭髮還好增 唯一發現它的髮夾位不是退得很好 所以我也是打開一個面膜 露出本身髮夾的部分 之後完成了 用同樣概念去做這張照片 可以弄走後面的人 之後還加多了一個藍天給它 我希望有很多星星 所以就試一試在AI工具列打STAR 誰知道出來是很大顆的星星 之後我就再試試不同的字 暫時Beta版的Photoshop 就只是支援用英文輸入的AI指令 之後再試試打STARRY SKY 就真的出現了不同款式的星空 最後就調校一下透明度 令它變得自然一點 那就有一幅星空的照片 AI新功能和它清除的工具 到底有沒有什麼分別 又或者用誰比較好 如果這幅圖要收拾的東西有很多 又或者環境實在太雜亂 用AI會比較好 因為AI基本上算是新成一張新的圖 蓋在你不想要的東西上面 而清除的工具就比較適合收拾一些小範圍的東西 例如面上的一些瑕疵 又或者地上的垃圾 它用的時間沒那麼長 碰一下它就會消失 所以很方便 所以了解了這兩個工具的特性之後 就可以自己配合使用 之後就到退地 首先找一張簡單的圖試一試 按下面的remove background 立即就可以把電腦退出來 不過不是每一張圖的背景都是正式 好像這張照片 如果直接按remove background 其實退不走所有背景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試下第二個方法 首先選擇這個選取工具 之後把滑鼠放在公仔上面 就已經看到它自動圈住了公仔 不過它的耳朵都差一點 所以我就再跨跨耳朵 這裡就算我不是很貼著耳朵邊 它都會自動幫我選擇耳朵邊緣 之後一按就成功退地 其實整個過程都不用一分鐘 而我發現退地人像都差一點 其實選取工具可以選邊緣的流暢度 出一點入一點 不過就算較了 頭髮的位置始終都是差一點 不可以一個按就搞定 整完之後我發現退地這個功能 雖然方便了很多 因為你很快就已經可以選到你想選的主題 但是它的邊緣 又或者頭髮那些 你依然都是要用之前退地的某些技巧 然後要慢慢去退頭髮之類的東西 這一點就比較可惜一點 最後一個就是改圖裡面的東西 又或者加些新東西給它 首先我想把這杯飲品變成一杯咖啡 選取之後 在AI工具列那裡打咖啡 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它馬上變成一杯咖啡 之後我試試打其他的飲品 都一樣成功 然後我試試改蛋糕上面的 使多啤梨變成車梨子 竟然都完全沒有問題 不說真的不太看得出來是假的 之後還試了貓貓圖 由趴在桌上 變成櫻花的背景 已經覺得很可愛了 後來我還想加一個草地給它 做出來真的覺得很可愛 雖然草地也有點不太自然 不過用這麼小的步驟 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成果 真的已經收貨 最後這一部分 我覺得雖然它的實用度 可能沒有那麼高 但用起來是最有創意和最神奇的 例如它可以一秒 將一杯飲品 變成另一杯飲品 樣子完全不同 雖然你在玩的時候 可能要給它多一點機會 你要多試幾次 才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外型 還有你在輸入一些指示的時候 可能也要多試幾次 究竟哪個的關鍵字才會比較適合 好 試完之後 我覺得它做得最好 就是擴充背景 以及執取一些不要的東西 因為這兩個功能 在之前的Photoshop 是要花點時間才做到 但現在你是又快 然後做得又漂亮 所以真的非常神奇 沒有那麼自然的地方 就是退地 始終退一些人像 或者頭髮 都很難用一個AI功能 一次過就退到完美 你也是要用之前用開的退地技巧 去慢慢把它退得漂亮 如果大家有玩Photoshop Beta版 你對它有什麼感想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給個Like 再看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到我們再見 Bye Bye